養寵物是一件非常開心的事 特別是養貓狗 當你每天上班回到家 看到牠們一堆湧過來歡迎你 那天的煩惱和壓力都沒有了 但養過貓狗的人都會知道 除了牠們給你很多溫暖和快樂之外 牠們也給予我們很多不同類型的情緒 特別是一些又頑皮、又吵、又不聽話的時候 所以說教導牠們和處理他們做出來的好事 都是養寵物的時候 預料到一定會發生的其中一環 牠們做過什麼好事 讓我給你們看這隻東西 這隻東西做過的好事 給你們看 真是在說你 大家都應該知道 我家裡有六隻怪獸 而狗的就是有四隻 四隻都不同品種、又不同性格 都是不同的年紀開始跟在一起住 而當中Momo和MaiBiBi 都是年紀比較大才跟在一起住 所以牠們都會有一些比較難改的性格和雜性 一早就已經有了 所以教的時候真的有點難度 而我相信很多狗主都跟我一樣 遇到其中一個最難搞的問題 就是牠們的大小異變 最討厭的地方 就不是牠們不懂得在哪裡去廁所 那天有人的時候 牠們就會乖地在我們面前走到廁所 去廁所給我們看 我們就會獎勵牠吃東西了 沒有人的時候就亂來 最慘的是不知道哪隻牠們 亦都不知道是哪一隻牠們 亦都不知道是哪一隻牠們 嘩!有這麼大一隻嗎? 嘩!第一時間走到那邊 還不是你? 是不是你呀美美? 還是你? 會不是你兩個其中一個? 其實作為媽媽的我 都大概猜到哪一隻是兇手 一定是全屋最低的那隻 這隻是一隻 就算你24小時陪著牠 牠都覺得不夠 永遠都要黏住你的一隻狗 其實牠們就這樣 柔療到事少 慢慢給時間教牠就可以了 最難教的是牠們 在地毯上柔療 如果一個不小心乾了的話 你是根本不會察覺到的 直至到不停 你一入屋已經聞到那種臭氣 沖天的那種味 到那時候才想怎樣去洗 就真的太遲了 真的受不了 那種味呢 是怎樣洗都洗不掉的 我曾經試過用市面上的 洗地毯的清潔劑 都試過用幾隻 麵同牌子的 專系清潔 九隻療味的清潔劑 都是沒用的 用多少次都是沒用 還要越整越炒 但地毯又不能扔 因為不是我的 那我就上網打算找一下 有沒有解決的辦法 結果呢 又讓我找到一個 都蠻複雜 但又真的很有效的方法 所以呢 我今天就很想把這個方法 介紹給 都是為這一類型的事件 而苦老的人知道 好了 我們先介紹一下材料 首先呢 大家要準備 白粥 Baking Soda 千萬不要買有味道的 那些 不然呢 你將地毯就充滿了 雲呢 那味 還有 雙釀水 一直以來 大家聽到雙釀水這個名詞 可能都是一些跟染髮有關 或者是跟邪教有關的時候 但其實雙釀水是一個非常有效的 家居清潔和消毒劑 還有要洗潔精 洗潔精 記住千萬不要買一些 人家用來放在洗碗碟機 沒有泡的那種洗潔精 最後呢 預備兩個大瓶 在吉芝島的12元店 就會找到了 非常之便宜 好了 我們開始自製清潔劑 首先我們用一份的白醋 就混一份的水 哎呀 剩下一點點 很浪費的 其實說500毫升 原來多一點的 賺了 這樣多一點 下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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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有550毫升 這裡 好像汽水一樣起泡 預防將來會用錯了其他用途上面 所以我也是決定 去寫一寫 在上面這個是什麼 錯水 因為怕濕了水之後 會不見了一隻字 然後呢 先切一下它 好 而雙氧水呢 就是用來混第二瓶清潔劑的 我們每半杯雙氧水 就加一茶匙的洗潔精 我自己呢 就建議一次過混多一點 不用每一次清潔的時候 都重新再混過 而份量呢 就這樣繩上去就可以了 就好像以我買這隻雙氧水為例 它的容量呢 就是有120毫升的 而每100毫升 就等於有半杯的份量 那如果我買五瓶的話 就等於有600毫升 那600毫升呢 就是總共有三杯 那三杯來計 就是要加六個茶匙的洗潔精 對了 計到了 好了 跟著我們開始做事了 首先呢 趕完所有的小朋友出去 不要讓他接近地毯 跟著就用醋水均勻地噴在地毯上面 醋除了可以分解尿素之外 它還可以散出一股味道 令到你的小狗不會再去到那個位置去廁所 對焦它們的大小耳麵非常之有幫助 醋味呢 其實連人都會受不了 所以你噴的時候 我都建議你戴個口罩 不過醋味很快散了 待會就聞不到了 如果害怕醋水滲不去到地毯 你可以用了一個刷去刷一刷 嘩 你看 上面刷過地毯上面的狗毛出來 之後呢 就要等他完全乾了 才可以做下一個步驟 這時候你可以去看電視 逛逛逛 吃飯 不過都等了幾個小時 因為我噴的時候 怕死他滲不去到地毯 就不停噴噴噴噴噴噴到整個地毯 好 跟著到下一個步驟 其實我本來也全部拍完 整個過程 但不知為何 只是除了之前那種 所以不好意思 我不能讓大家看下一個步驟 我唯有說就這樣說 你們就明白了 下一個步驟我們就要用到baking soda 而且我會用一個小小的道具 這個叫做...西是不是? 它就可以把baking soda很均勻地撒在地面 為什麼要用這個呢? 因為用手的話就很容易一大塊撒上去就不夠均勻 或者有些地方根本是沒有了 那手完baking soda之後 大家就可以用我們剛才第二瓶混好的雙氧水的清潔劑 也是啦 噴濕了整張地毯 再給一點時間 讓它乾透了之後 拿一個吸塵機去吸回剛剛的baking soda上來 那就搞定了 如果大家的地毯好像我那張那麼嚴重 又或者是某些地方比較重災區的話 不妨可以重複剛才那幾個步驟幾次 那浸味就應該會沒有了 其實也不用每次都這麼大工程整張這樣洗的 我是因為第一次洗才是徹底的 那之後呢 從哪裏重災區就只噴那裏都已經可以了 再給大家一個提示 如果你的地毯是一種不容易看到有尿積的顏色的話 大家可以去買一盞人來照銀子的紫光燈 照一照就會知道那裏有尿積了 如果大家不想浪費錢去買紫光燈的話 就可以學一下我啦 我是用一個最原始的方法去找出來的 就可以每一次都清潔到 而是不需要等到地毯給尿味 醃到有多菌有大陣味的時候才去洗 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幫到大家 因為這個方法確實實真的幫到我很多 最後也提提大家 記住一定要等你的地毯完全乾掉才被你的寶貝接近 因為他們聞到化學物質不太好 大家好 我叫做餅餅 我是全世界最善良的狗狗 但是我媽媽教我 當我遇到壞人的時候 我是要扮惡的 哇 啊 啊 啊